说起德云社 现在最火的几位莫过于郭麒麟 岳云鹏 秦潇贤了 在这三位德云社顶流当中 争议最大的就是秦潇贤 大家都知道 德云社是说相声的地方 要说现在的相声行业 郭德纲可谓是一家独大 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市场 作为德云社弟子 只有相声说得好那才叫真能耐 在这三位顶流当中 岳云鹏的相声实力自然是美的说 岳云鹏和孙岳这对搭档曾多次登上春晚舞台 实力强弱无需多做解释 在德云社里 岳云鹏不仅是自己混得好 而且自己还收了徒弟 说句难听的话 岳云鹏徒弟的相声基本功都比秦潇贤强 说完岳云鹏再说郭麒麟 郭麒麟的相声实力有多强咱不知道 因为他说相声的次数太少了 郭麒麟之所以火 那不是因为说相声火的 而是因为演戏火的 有了郭德纲之子的身份 再加上演了爆火的庆余年 郭麒麟开始走红 当然 郭麒麟是真的聪明 走红之后平凡上综艺 让自己的迅速机身为顶流行列 郭麒麟的相声实力一般 但这是情有可原的 毕竟他是郭德纲的儿子 说相声是郭德纲给他安排的人生 从郭麒麟这两年的发展来看 比起相声 他是更喜欢演戏的 秦潇贤就不一样了 他是属于自愿拜到郭德纲门下的 再者说了 秦潇贤拜师的时候已经早已成年 有自己的思维 除此之外 秦潇贤是名副其实的富二代 所以拜师郭德纲纯属是喜欢相声 既然说相声是自己真心实意选择的 那就应该以此来衡量 拿相声这一块来说 秦潇贤和师兄弟们相比 真的是相差甚远 在德云斗孝社团宗里 秦潇贤的相声实力算是垫底的 秦潇贤虽然说相声不行 但他的人气却是相当高的 在团宗的相声敬眼环节 秦潇贤每次说的都一塌糊涂 票数还每次都不低 单说这一计 郭德纲基本上每次都要给秦潇贤减分 正是因为实力不行还屡次得高分 秦潇贤受到了很多的争议 尤其是秦潇贤参加欢乐喜剧人之后还夺冠了 实在让人有些尴尬 不过 老秦自己很清楚自己的实力 这也是为什么 他在欢乐喜剧人里不说相声的原因 在最新议气的团宗里 秦潇贤再次发生了说得很差票数很高的情况 这次郭德纲并没有给老秦减分 实话实说 郭德纲没减分并不是因为秦潇贤没问题 而是他每次都比上一次进步了 不过 秦潇贤对自己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 当他演完之后 他很清楚自己演得不好 所以主动去找师傅郭德纲给自己减分 说实话 秦潇贤这个操作真的很圈粉 让人看了之后忍不住夸赞 然而 看了最终公布的分数之后 一算才知道 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秦潇贤看似主动给自己减分 实则一箭双雕 简直就是人间清醒 第一 让观众知道自己有自知之明 俗话说得好 人贵有自知之明 尤其是对于学艺之人来说 这一点更为重要 秦潇贤一直被郭德纲调侃是网红艺术家 他的粉丝非常多 每次投票对其他师兄弟来说都不公平 在上一季的节目中 要不是烧饼开导老秦的话 怕是他现在都没有自信站在台上说相声 实话实说 规则是节目组和郭德纲一起制定的 秦潇贤从来没有破坏过规则 就算是的高票又有什么问题呢 说相声这种东西 本来就是要讲能力和观众员的 在相声界 彼得云社弟子们相声说得好的人多了去了 他们不是也不火吗 有观众员 有粉丝 这是自己的能力 也可以说是相声的一部分 然而 有些偏激的网友会觉得这不公平 秦潇贤有自知之明 他没有因为自己粉丝多而不努力 反倒是他很怕自己的表现配不上观众的喜欢 一直在努力进步 这次主动减分真的是很圈粉 必须夸赞一波 第二 有眼色 读懂了师傅郭德纲的用意 大家看一下这次相声敬严两队的分数 孟赫棠队的总分是109.5分 而张赫伦队是116.9分 最后张赫伦队险胜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秦潇贤的得分情况 秦潇贤的分数非常高 原始票数有96票 如果要是秦潇贤没有主动给自己减分的话 他的分数应该是48分 而不是38.4分 要是按照48分来算 孟赫棠队的总分则是119.1分 现在大家明白了吗 秦潇贤要是不减分 解散的队伍就是张赫伦队 说白了 这才是秦潇贤主动给自己减分的真正用意 相信很多观众看到这里要问了 秦潇贤为什么要让自己队伍输呢 当然 秦潇贤并不是傻 反而是相当精明 非常清醒的 很简单 因为秦潇贤看懂了师父的意思 郭德纲就是想让孟赫棠队输 或许有些人不太相信 咱们接着往下看 在这期的游戏环节中 最后郭麒麟获胜 由他来分配提成券 最终的分配 结果是两张提成券都给了张赫伦队 只要看了前期节目的观众都知道 在相声敬眼中 七成券是相当重要的 换句话说 两张七成券给到同一个队 那基本上算是锁定胜局了 别看每期的游戏都是争夺提成券 但你要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 每次郭德纲都会分配得很均匀 每队的提成券配置最后都是一个七成券 两个五成券 一个三成券 那么郭麒麟这次为什么要分配得如此不均匀呢 难道说他不知道这样做会引起观众的非议吗 很显然 这一切都是郭德纲安排的 郭德纲要是想分配均匀的话 那他就不会把这个分配权给到郭麒麟手里 简单来说 让张赫伦队赢 这是郭德纲的意思 只不过郭麒麟是执行者罢了 咱再退一步讲 在游戏部分 如果孟赫堂要是不放水的话 郭麒麟能赢吗 这期节目结束之后 郭麒麟 孟赫堂 李雪芹三人的智商登上热搜 既然观众看到孟赫堂玩游戏的智商了 那你们就没发现孟赫堂队有个必胜玩法吗 这次的游戏最终只有公子才可以继承王位 在一开始的时候 孟赫堂队有三位公子 分别是孟赫堂 秦肖贤 杨九郎 而张赫伦队则只有一位公子 那就是王九龙 在游戏期间 王九龙因为违反规则去抢部 从而被罢免了公子身份 在这个时候 全场就只剩下三位公子 而且大家都是孟赫堂队的 此时 只要孟赫堂 秦肖贤 杨九郎三人抱团 他们对就稳赢了 咱们来简单分析一下这个道理 在这个游戏中 门客想要晋升成为公子 他们是需要咸鱼的 换句话说 要是没有咸鱼 门客永远不可能晋升成为公子 咸鱼从何而来呢 门客是不能赚咸鱼的 只有公子才有资格赚咸鱼 现在问题已经很明白了 只要孟赫堂 秦肖贤 杨九郎三人抱团都不提供咸鱼 他们对就稳赢了 说实话 这么简单的道理 难道说孟赫堂能看不明白吗 如果孟赫堂要连着都玩不懂的话 那就真不配那个热搜 很显然孟赫堂在这个游戏中是放水的 也就是说他早已知道了自己的提成券分配 或者自己就想输 站在郭德纲的角度来说 这次他要升级赛制 本来是两个队竞争最后的德云男团 现在要改成三个队竞争 实话实说 只能解散孟赫堂队 要不然他们队是稳赢的 孟赫堂和秦肖贤的分数太高了 只有把孟赫堂和秦肖贤分开 这样三个队伍的综合实力才能平均 当然这里说的实力不是说相声的实力 而是人气方面的实力 现在再看这三个队的队长 孟赫堂 张赫伦 秦肖贤 他们的人气勉强可以一拼 孟赫堂队解散之后 他选择了周九良 鸾云廷 曹赫阳 而秦肖贤选了何九华 张九龄 杨九郎 从表面来看 这两个队肯定是孟赫堂队更强 但实际并非如此 孟赫堂选了三个捧根 从配置上来讲 他们站队的实力是要大大削弱的 毕竟让斗根的去捧根比较简单一点 让捧根的去斗根 那难度可不是一点点 相比之下 秦肖贤队的配置是两个捧根 两个斗根 这是更强一点的 孟赫堂的智商有多高 相声实力有多强 难道说他不知道三个捧根会影响整队实力吗 说白了 这一切都是郭德纲安排好的 孟赫堂只是执行罢了 如果孟赫堂要是选了张九龄 他们站队再次无敌了 但秦肖贤队成了三个捧根 可以说是必输了 秦肖贤只有主动给自己减分 最终才能形成这样三足鼎立的阵容 这是郭德纲心里最愿意看到的阵容 同时 这也是观众最期望看到的阵容 因为等了一季了 孟赫堂和周九良终于合体了 从孟赫堂在这一季的表现来看 他的相声水平又提升了 每次的相声敬演 不管孟赫堂搭档的是谁 他都能乍翻全场 不过 相声这门艺术 还是搭档在一起最舒服 孟赫堂每次的文本都非常强 要是和原配周九良一起演的话 必然会有更好的效果 从目前的三支队伍来看 我觉得孟赫堂对获胜的几率还是要更大的 不过 秦肖贤队也有可能获得第二名 这样老秦分高就也能成团了 最终的成团阵容预测一波 孟赫堂 周九良 曹赫阳 秦肖贤 你们觉得呢